大家好 歡迎來到弱電不斷電 大家應該都有發現 現在的監視器被廣泛的應用在各種場所 例如說一般的住家 公司或者是店面等等 安裝監視器之後也需要 進行定期的維護工作 以延長監視器的使用壽命 確保監視器的正常運作也是非常重要 在我們分享監視器維護的方法的同時 我們也會向大家一併介紹監視器DIY的好處 就讓我們來實際操作吧 攝影機安裝在室外 日曬雨林 最常遇到的狀況就是 下雨過後 鏡頭前面會卡灰塵 或者是長滿了蜘蛛絲 導致畫面看起來不清楚 甚至是完全看不到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產生 建議每隔一段時間 就是用矽毛刷 像掃把 在攝影機的周圍輕輕的 將蜘蛛絲把它清掉 如果蜘蛛絲真的很多 當然你也可以用吸塵器去吸它 都OK 甚至還可以在攝影機的周圍 稍微的噴上一些殺蟲劑 這樣還可以降低 蜘蛛絲產生的機率 記得要留意不要噴到攝影機前方的鏡頭 如果是在下雨天過後 卡了灰塵在鏡頭前方 又或者是安裝在有水氣 或者是有油氣的環境 也可以使用清潔劑 搭配我們一般 軟布 去擦拭 就像我們擦拭眼鏡的方法一樣 就可以將鏡面清潔的一乾二鏡 攝影機的影像 許多人都會遇到攝影機的影像 十有十五 甚至突然就沒影像 其實我們最常遇到的狀況就是 攝影機的線路 也就是像這種接頭的部分 它可能氧化 所以導致它接觸不良 除了安裝的時候要記得 用絕緣膠布把它捆好之外 如果有接觸不良的狀況 我們也可以使用研磨的紙 去輕輕的研磨接頭的表面 然後呢 我們還可以再用酒精去做清潔都OK 那假設 接頭已經氧化的很嚴重 那當然就是建議要把接頭重做 那如果說你遇到的狀況是 網路線 那就可以參考我們之前分享的 網路線接法的影片 那如果說你遇到的是同軸線 像這種同軸線 那我們就可以將 同軸線的接頭把它剪掉 重新再做上新的頭 這樣就可以 記得接好之後一定要使用 絕緣膠帶把它捆好 又或者是用熱手套管都OK 那更建議使用防水盒 除了美觀 還可以降低氧化的情況產生 許多攝影機的腳架像這樣 都是屬於這種塑鋼的腳架 安裝在室外環境長時間的風吹日曬 可能就會出現像鬆動啦 催化的情況 而影響監視器拍攝角度 這時候我們就需要更換腳架 那攝影機腳架的安裝方式 大家可以參考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的影片 可以點選我們下面的連結下去做了解 那攝影機專用腳架種類非常多 大家也可以到TTIC展示中心 跟現場工人師討論你的環境 建議使用哪一種腳架 更換腳架的時候 建議將 攝影機先把它拔下來 那 再等腳架安裝好之後再裝上攝影機 避免一個不小心 攝影機掉下來 就損失殘重了 很多人都有發生過 攝影機的畫面白天正常 晚上的時候效果變得非常差 往往是因為 攝影機的紅外線燈老化造成的 就像我們家裡的電燈 亮度變弱了 又或者是它直接不亮了 只需要將攝影機送回 原本的廠商做維修 花小小的零件費用 就可以讓你的攝影機 恢復原來的樣子 加上 TTIC攝影機有 保修三年 保修期間 都可以協助處理 如果你的攝影機 無法維修燈板 那就只能在現場 環境再加上一盞燈 又或者是更換一支 新的攝影機了 監視器主機內部 以及它的風扇的清潔 也非常的重要 因為風扇 所累積的灰塵 會影響風扇的散熱效果 也會導致主機過熱和故障 也有可能會發出 老人的風扇針 清潔風扇的步驟非常簡單 首先 關閉主機的電源 接著 打開主機機殼之後 我們會找到風扇的位置 就像這一台的話 風扇在這側邊 然後再用 細長的吸塵器 或者是刷子 去清除 風扇上面的灰塵 就可以了 但是要注意 不要弄斷 或者是 折壞風扇的葉片 像這上面 那如果說使用風槍 也是一種方法 他可以 快速有效的 將風扇上面的灰塵吹走 但是 使用的時候要注意 風壓不要過大 以免損壞風扇上面的葉片 甚至主機上面的其他元件 清潔風扇 最好還是要選擇在 通風良好的地方 要不然你會發現 整間都是灰塵 像我對灰塵過敏的話 就會一直打噴嚏 定期備份資料是監視系統運作當中不可以忽略的重要環節 那備份可以保障監視器資料的安全 一旦發生資料丟失或者是硬碟損壞的狀況 可以通過備份的文件恢復資料 那各位可以點選連結參考上一部我們分享監控系統備份的影片 更改密碼是保護監視器 系統安全的一個重要步驟 建立密碼應該是由英文字母 數字 甚至符號組成 不要太短 也要避免使用常見的密碼 例如說像 很多人都會設生日啦 電話 或者是連續的數字 這個都不建立 那定期更換密碼也是必要的 假設擔心忘記密碼 建立可以先設置密碼保護的方式 例如說 使用密碼的提示 或者是將密碼記錄在安全的地方 以便在忘記密碼的時候可以進行恢復 讓我們針對今天的影片來做個重點整理 第一 記得定期清潔攝影機的鏡面 第二 街頭如果氧化 可自行更換街頭 第三 選擇適合的腳架 讓設備更耐用 第四 夜間效果如果不佳 可更換紅外線燈板 第五 錄影主機內部的風扇清潔 可以延長設備的壽命 第六 定期備份資料以及修改密碼 讓我們使用上更安心 第七 自行安裝監視器 確保隱私不外洩 還能省下安裝費用 以及日後查修的費用 針對今天的影片 可以讓大家知道 定期維護監視器 非常的重要 不僅可以延長監視器 使用時間 重要的是可以讓我們的監視系統 運作更穩定 避免發生狀況的時候沒有錄影資料 那希望大家看完這個影片之後 監控設備都能使用更久 也能夠更穩定 提升住家以及公司的安全性 如果各位觀眾朋友對我們的頻道的影片內容有興趣 歡迎在我們影片下方幫我們按個讚 同時也請您訂閱分享我們的頻道 也別忘記要幫我們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